音楽 各位高雄的朋友大家好 我時當把演講當成是一場創作 所以我通常都不太有準備 然後就會用最近自己的心情 慢慢進入到我想講的話題 然後我其實每次最近 到了我這個年齡演講 我會滿害怕 因為許多人不太知道我是誰 譬如說我時當在很多場合 我有一個朋友比我有名 我有個朋友跟我一起長大 一起寫作 一直從事電影工作 可是他現在非常有名 所以我也很怕在他旁邊 他叫吳念珍 以前我們在1980年代 一起在中央電影公司上班8年 我們兩個名字時常出現在媒體上寫說 小野吳念珍 就是小野吳念珍 因為我們兩個在一起8年 就跟他講1980年台灣新電影起來的時候 就是我們兩個在中央電影公司開始的 然後後來做了8年 台灣在那個年代就所謂新電影浪潮 有很多導演侯孝賢 楊德昌 現在所有國際上知名導演都是我們那個時候開始 一直到現在還在拍電影的李安 也是1990年代 我找他找了很多次回台灣來拍電影 他都沒有回來 因為他人在美國念書 我跟吳念珍時常明智瓜在一起出現很久很久 中間我又去做了很多別的事 他也做了很多別的事 有一天他變得非常有名了 有一天我跟他在一起吃飯坐在隔壁的時候 有一群人衝過來說 吳念珍打野 我跟你合影喔 然後就把我推到旁邊去這樣 我後來已經練就一個功夫 就是當別人推我的時候 我要地上要翻滾再站起來這樣 以免本身被侮辱到這樣 所以後來我就跟吳念珍開玩笑說 我以後不要坐你旁邊 因為你現在太有名了 當要跟你合照的時候 時常把我推開 我還要練習這樣翻滾一下 再站起來這樣 我就變得很自卑 這樣講是開玩笑 而且後來時常在很多場合 有人說我看過你的作品 看了好久 你寫過那個兒子大王偶嗎 我就看到他 我說我沒有寫過兒子大王偶 寫了兒子大王偶的叫做黃春明 他比我大十幾歲 可是我拍過兒子大王偶 我拍過兒子大王偶這個電影 他說那我搞錯了 常常會有人看到我會講兒子大王偶 後來想大概是我跟我的孩子感情很好 有整整十年時間 我寫過蠻多親子的書 所以他就把兒子大王偶變成我的作品 後來我又常常被人家認錯是 我常常看你書寫得好幽默喔 你曾經寫過那個親愛的老婆 我說我寫過 我沒有寫過親愛的老婆 那個人比我小十歲叫做侯英勇 他跟我唯一有點相同是 可能他在醫學院 畢業醫學院我在醫學院教過書 我的背景真的在癌明醫學院教過書 所以我們倆有一點點像 這是另外一個 又有更洩氣的就是 小小先生我看到你的書 你寫了好久了 都是寫那種親子教養的小太陽 小太陽的作者已經八十歲還是九十歲 所以是我非常親愛的長輩 然後我說那個也不是我寫的 那個小太陽是靈良寫的 你到底寫過什麼 我也不知道 其實我寫過一百本書 竟然到最後被人家說 你是小太陽 你是二十大王 你是 可見我的書到現在還沒有人太記得什麼 後來我就不太敢去演講了 所以要鼓起勇氣來演講 是滿難的 因為你已經開始跟很多人混在一起了 那今天講的這個其實 其實是我今年一月份出的一本書叫做 人生不能什麼都要 這本其實是講一個人進入到初老 那初老是什麼意思 就是像我這樣一個在二十歲開始寫作的人 寫到五十五歲的時候 我覺得我突然覺得自己五十五歲有點害怕 我就把五十五歲以後的人生定為初老 後來有人跟我講說 你把達後五十五歲還初老 人家四十歲就初老了 人家已經很老了 不是初老 可是我們這一代的帳後出生的 這一代的人數很多 每個人出去 男生還要穿的那個牛仔褲 認為自己還很年輕 女生還要穿的那種迷你裙 覺得自己很年輕 是我們帳後這一代的人 很不甘心自己老去 因為我們的青春很蒼白 也沒有跳過舞 也沒有交過女朋友 什麼經驗都沒有 青春很蒼白 所以當我們進入初老的時候 心情是非常微妙的 不願意初老 後來我忽然在人生中這樣一個時機 五十五歲之後 開始寫一些東西的時候 我突然有幾個比方 人家從來沒想過的 就是我覺得人進入到像我這樣 初老的時候有幾個比喻 有人說人生的 你已經到人生的下半場 其實對我來講不是下半場 是人生的球場已經打完了 最後打到平手 最後延長賽 什麼意思呢 雖然我做了很多工作 可是我覺得人生到了最後五十五歲的時候 好像工作也差不多做完了 就像我小說跟桑文寫了一百本 我也拍過很多很多電影 我也去電視台上過班 我都有四個孫子了 你人生好像沒有什麼該要的吧 所以可是我有很多事情發生之後 讓我覺得我好像跟命運之神打成平手 該有的該失去的 悲傷跟痛苦跟快樂幾乎是一半一半 所以到了我五十五歲之後 我覺得其實我是跟我的命運之神打了平手 我們人生重新開始五十五歲以後 所以我五十五歲以後的人生跟別人完全相反 別人以為說五十五歲以後應該怎樣這樣 我完全相反 我開始走上街頭做抗爭活動 我開始做很多都是應該年輕時候做的事情 別人都覺得不太懂這樣 因為我五十五歲之後人生才重新開始 所以對我來講是一場延長賽 然後到了初老之後人生像什麼呢 像是你住在去旅行的時候住在一個旅館裡面 突然醒來做了很多夢 那個夢有的是美夢有的是惡夢 零零碎碎的夢醒來了 然後要去吃早餐 各位如果在場有去旅行過 大家都知道住在旅館裡面 早上醒來去吃早餐可以吃那個自助餐對不對 然後去旅館裡面隨便你拿 你拿了一個早餐券到某家旅館的早餐隨便吃 那個早餐如果還算豐富的話 有中式的西飯 有日本式的東西 有西式的西餐 什麼buffet這樣子 然後你看著這些菜這麼多 有中餐西餐日本菜 你只能吃其中一點點 因為你不能吃太飽 你就拿著盤子開始想說 我比較愛吃西飯 還是比較愛吃西餐 還是比較愛吃日本料理 每種拿一點點 那你在拿那一刻拿完之後一個人很寂寞的 確實很安靜的走到窗戶前面坐下來 看著外面的清晨起來 想著剛才做的所有的夢 不管是惡夢還是好夢還是春夢 所有的夢就很像你55歲以前的人生 對我來講像一場夢一樣過去 很多人會想你好像做了很多事情啊 我的確做了很多事 因為我念的是四大生物系 後來我在醫學院教過書 我還到美國去念分子生物 可是後來我做了所有工作 都跟這個沒關係 我做的是電影 我做的是文學 我做的是電視 三樣東西 我沒有一樣東西在我的求學過程中經驗過 我全部重新開始 所以我的人生非常奇特 轉生好像一場夢一樣 零零碎碎的夢 可是忽然醒來 結果人生進入初老 好像面對那個所有的菜 不曉得該夾什麼東西 最後我終於會夾這個夾這個夾這個 那是我人生的初老開始 於是我就開始把這個心情 漸漸開始寫成我這本書 講人生的進入初老 然後我也沒有想過我會變成阿公 我以為說我人生進入初老 我的責任結束了 我有兩個孩子 讀書過程非常不順利 我的兒子小學換了三所 差一點點就是小學讀不完 我以為我的人生要陪著我的兒子一起埋葬 可是後來終於度過小學換了三個學校 我本來告訴我兒子說不要讀了 爸爸帶你到中南部去 來高雄或者來南部去 我們就自己 我自己教你可以混過去至少國中高中程度 應該還可以 因為我教過國中的數學跟理化 我也教過體育 我在醫學也教過中醫 我像我的程度 大概可以把我的小孩從小學 教到國中高中大概還可以這樣 我兒子看著我跟他這樣講 他半信半疑的看著我說 你真的決定我小學讀完就不要讀嗎 我說可以啊 給你考慮半天 我們兩個在游泳池對話就是這樣子 你會覺得我是一個很瘋狂的爸爸 兩個游泳完他說爸爸不行了 因為這樣子是國中教育是每個人的義務 不是責任跟義務不是權利 我要是不去讀國中 警察會來抓我去讀 我還是不要相信你這個瘋狂的爸爸這樣 所以其實我經歷過孩子很辛苦的教育過程 我的女兒讀到高一就跟我講她要休學 她說爸爸台灣教育實在很爛 我讀了六年小學三年國中 到了高中還要讀一模一樣的課程 我人生會被糟蹋 所以我十六歲以後決定不要去讀書 他把這問題丟給我說 你給我想半天 你給爸爸想半天 半天後回答說可以同意你休學 條件是把高一讀完去辦一個休學的手續 我就讓你休學 他說我休學明天就不要去啦 為什麼還要去把高一讀完 我說你去問所有的爸爸 你如果跟他講說我高一不要讀 我要休學的話 你大概得到答案是一個巴掌 像其實說為什麼別人都可以你不行 你只有遇到像我這個爸爸會說 你把高一讀完就好 我說這個很不錯了 我這個條件不錯 高一讀完就好去辦休學這樣 這是我跟我女兒之間的對話 我要講這些就是 我的人生其實經歷過非常多的挑戰 跟那種潑潑潑 好像經歷過非常多跟人家不太一樣的經驗 所以我很多人丟個問題給我說 我想的方式跟人家不太一樣 一來我自己本身學的是學非所用 師大畢業可以當老師 我沒有去當老師 在醫學院教兩年到美國念分子生物 我可以成為一個科學家我沒有做 回台灣來一切重新開始 所以我對於人生 我其實是並不太知道我要做什麼 我回想起來 我其實我的人生並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 所以你說人生不能什麼都要 其實應該倒過來講 我就是因為不知道要什麼 所以我什麼都要 我也跑去念了生物系 也跑去做了電影 又做了電視又做了這個 然後我也跟人家一樣結婚 結婚的時候我也搞不清楚為什麼要結婚 結婚之後老婆說要生孩子 我就好啊 生一個吧 生一個四年後 好寂寞再生第二個吧 每件事情都是別人說這樣對就對 這樣一直往下走 走到現在突然有點想 回頭看看到底哪件事情 是自己真的想要的 所以我就慢慢形成這樣一本書 叫做人生不能什麼都要 他其實另外一個意思就是 其實人生要的不多 如果一個人一輩子知道自己要什麼 很清楚的走完他人生的話 其實就非常幸福了 有很多人你看起來好像非常成功 功成名就 名利雙收 子孫滿壇 你會覺得他非常快樂 其實他說明是一個 一輩子都沒有要到他想要的東西的人 他非常不快樂 因為我身邊太多功成名就 哇 家財萬貫 在別人心目中以為他過得非常好的人 非常非常多 我講的不是吳念生 因為他還不算家財萬貫 上面很多那種家財萬貫成功的 在別人看都很羨慕的 每次都遇到這種人 他都會覺得好像有某種遺憾 就是他生命中有一個遺憾 是一輩子都要用錢來換不到的 他本身可能很想要一場愛情 或者是很想要一個什麼 他就是沒有要到 然後到人生走到人生的盡頭的時候 忽然發現人生最簡單的快樂跟幸福都沒有 不曾有過 就是人生其實很簡單可以達到的快樂與幸福 他都沒有過 然後閉上眼睛在別人非常羨慕中 留下太多的遺產以後 子孫開始爭奪 子孫開始爭奪他的遺產 他一定很後悔賺那麼多錢 如果他沒有那麼多錢的話 子孫不會為了錢而爭奪這樣 就像我爸爸媽媽眼睛閉上的時候 沒有留下任何一棟房子 我們家裡沒有人會去想要怎麼搶奪 爸爸媽媽的房子 因為他沒有 他沒有 他什麼都沒有 然後反而兄弟姐妹感情非常和睦這樣 一直到現在我們兄弟姐妹感情都很好 因為我們從來不要為了父母親留下什麼東西而爭奪 父母親留了很多筆記本跟日記本 我爸爸媽媽都很愛寫日記 留了很多筆記日記我就把它拿下來一些 留在我的身邊帶了一箱爸爸跟媽媽的日記 然後有空就翻一翻 得到一個結論是 如果你有日記在死之前趕快燒掉 因為被你兒子拿走以後會看到很多秘密 我就發現我爸爸的日記裡面很怪 那個字寫得很大的時候是表面的日記 可是字跟字之間字更小的部分很奇怪 就是說咪咪呼喊有女人愛他 然後他也愛那個女人可是又不敢講這樣 可是我爸爸已經走很久了 媽媽也走很久了 徒留下一堆日記上非常多的謎團 我就一直仔細讀 一直在字寫得好小 你想把它放大 想知道爸爸到底有沒有外遇 有沒有偷偷想要背棄我們 曾經想拋棄我們等等 可是這一切都過去 過眼雲煙一般的過去了 所以人生到底要什麼 其實到了我這個年齡就漸漸懂得說 其實幸福與快樂就在你的身邊 你根本不要走遠去 那怎麼樣知道自己是幸福快樂呢 回到最遠點就是開始了解 為什麼自己的存在是什麼 我這本書裡其實寫了蠻多 有點像自傳的 就是看起來我寫的這個題目 可是我裡面有回顧到很多 很多都是我沒有想過的東西 等到我到了這個年齡 好在我爸媽媽是留下非常多的資料 我可以帶著走 有空就翻一翻翻一翻 我翻到了很多秘密 故事就開始講 但是我不是要出賣我爸爸媽媽 第一頁就是牧志明 就是因為有一次 商業週刊在訪問一些人的時候 他說我們來快問快答 就是我問你不能想 馬上回答 就快問快答 而且屏幕不讓我知道 第一題就是 如果你死了牧志明你要寫什麼 我毫不猶豫 完全沒有經過大腦想一秒鐘 我就說 躺在這裡的不是小野 是我 對方聽了嚇一跳什麼意思 各位知道什麼意思嗎 因為我在22歲就用小野做我的筆名 用了40幾年 所有人都知道我是小野 可是不曉得小野後面那個真實的我是什麼 可是我人生到了初老之後 最努力想做就是丟掉小野這兩個字 雖然剛才跟各位講說小野已經跟黃村民 何文勇 或者跟那個林亮已經被他搞不清楚了 可是我相信還是很多人知道 這個叫做小野的人是一個作家 他做過很多電影 做過很多電視 寫過100本書 可是這個人到底是怎麼樣一個人呢 連我自己都不認識 因為當我用22歲用這個名字之後 一直到現在 我越來越不認識這個人 雖然我用這個名字到處去參加活動演講 那這張照片裡面 那個拿了帽子這個人是 我在19歲進入到師範大學度大一的時候 站在一個墓碑前面拍照 那個墓碑已經被剛好洗掉 我就拿一個帽子在一個墓碑前面拍照 右邊才是真實的我 真實的我是一個怎麼樣的人呢 是一個非常非常叛逆的 這張照片是我後來自己有個工作室 在工作室裡面開始整理我爸爸媽媽的資料 還有我自己資料 右下角就是我曾經在陽明醫學 當助教跟研究員兩年 大學畢業的時候 師範大學每個人都要去國中教書 教五年或者高中教書 那我去國中教一年 去當兵兩年後我不想回國中 因為我想回到 我想出國深造 當時我就去應徵陽明醫學院 當他兩年助教 我教出來的學生現在都看起來都很老 因為我去的時候是二十五六歲 我當助教二十五六歲 我的學生就是十八九歲 其中有一個一講大家都知道 叫柯文哲 柯文哲當過我的學生 我都已經忘記 因為他在我記憶中沒什麼印象 因為他都不講話 我完全忘記這個人我教過 當有一天看到報紙 有一個人叫柯文哲的時候 我想那個大概不是我教那個柯文哲 因為已經事隔太久 可是非常非常巧就是有一天 有個出版社說 有個叫柯文哲的人 要去來選市長 他出了一本叫白色的力量 你願不願跟他對話 我說白色的力量講的都是一些 他有醫學員背景 我大概可以跟他對話 那我就答應 答應完之後出版社跟柯文哲講說 我們已經找了一個作家叫做小野 那個要跟你對話 他說小野 他教過我 那個大一的生物實驗 他把我改錯一題 那一題三分 充滿了仇恨的等待我這樣 我們來一碰面的第一句話 他又說老師你記不記得我 我說記得啊 我現在想起來了 就是看起來笨笨的 看起來笨笨的那個 後來兩年後就跑去考台大醫學 他說老師有一題喔 叫做腎臟循環 腎臟血循環 應該是腎臟循環 或者肌臟循環 我寫得對你把我打錯三分 我說那要怎樣 他說沒怎樣跟你講 三個禮拜後 我們又在另外一個場合碰到 哈囉打招呼 老師你把我改錯一題 我說我知道三分 腎臟循環 你寫腎臟循環 肌臟循環我對不起你 他說對三分 後來他就去考台大醫學 他太不服氣了 我竟然改錯一題 是不是因為我的原因我不知道 這樣講有點好笑啦 那他後來就真的考上台大醫學 他就從此不要告訴別人 陽明醫學的這段歷史 那後來他怎麼整我以後你就知道 他現在叫我做一些 別人都不要做的事情 那我最近開始慢慢開始想自己 當年那個小孩長大以後 想要做很多事情 想做一個科學家 也想從事文藝學 也想從事電影 也想談戀愛 也想要婚姻 最後他 我這幾年全部走上街頭 在抗議那個和事 我大概花了兩三年時間 跟我的好朋友一群人 包括吳念珍 柯一鎮 導演 在台北市花了700天 每一個禮拜上街頭 上了100次 各位大概不知道這件事情 700天裡面我們上了100次 在中生經驗堂做活動 擺了12個肥皂箱 在上面開始做公民運動 講台灣各種問題 包括台灣居住正義大埔事件 軍中人群洪中秋事件 還有和事問題 還有土地問題 房價問題 勞工問題 講了100次 所以我應該是個很瘋狂的人 那時候我的心情就是 走上街頭之後 我也開始有點覺得自己 好像是一個迷路的小孩 好像迷路了 我到底是誰啊 我經歷過寫過100本書 經歷過電影時代 又做了很多電視 我也做過電視台總經理 今天為什麼我跟我老朋友 五六十歲還要上街頭抗爭 為什麼 當我的孫子出生以後 我的兒子很希望我做阿公 我也不想當阿公 所以我兒子非常生氣的 推著孫子到街頭來找我 那就是你阿公 頭上展個白布條 阿公怎麼了 阿公是不是失業在家裡 整天在抗爭 我的孫子認識的阿公 竟然是在街頭抗爭 頭抗爭綁白布的 怎麼了我也不知道 那可以看到我 右上角有一張照片 就是看到我跟我爸爸的故事 就是其實我爸爸跟我之間就是 這是我爸爸 這是我兩個姐姐 這是我 這張照片其實傳達了很多意思 就是我是一個 屁股對著我爸爸的人 我完全不馴服 就是我爸爸很想把他 變成一個乖寶寶 可是我永遠 沒辦法成為他的乖寶寶 一直到我考上十大生物系 眼看是一個生物老師 他非常高興 可是我很快就放棄了 去美國念分子生物 他也很高興 我快要拿到生物博士 生物分子生物博士 他可以關中藥主 我最後關頭放棄回台灣 從事電影工作 我爸爸被我氣到中風 而且兩次 兩次中風 我22歲的時候就 寫了我第一本書叫《勇志生》 我擺了一張照片 這張照片沒有經過修過 可是很帥 眼鏡拿掉很帥 所以我第一次演講的時候 大概是二十幾歲 很多人在底下等著我演講的時候 想像中這個作家叫做小野 而且還在念大學 台下的群眾大概有一千人 淡江大學 我上台去的時候我走到這邊 人群大概有一千人 我從後面走到台上 我用手機摸了個被子 手一直發抖 還沒覺得有人把我推開說 你要幹什麼 我們在等小野先生 我就很自卑說 就是我了 底下就發了一個 底下同時發出一個 哇 怎麼長這樣子 怎麼長這樣子 本來應該這樣子的 怎麼像這樣子 然後土土地戴個眼鏡 寬邊這樣子 然後土土地站上去 穿了一個大學生的制服 跟台下人年紀完全一樣 這是我一開始我的人生 用小野做筆名這樣 然後 然後我幼稚園念了一個是 天主教會的幼稚園 我小時候家裡非常窮 我長大之後就跟我媽媽說 我們家那麼窮 窮到沒有錢買菜 我怎麼會 你們送我去念那個貴族學校 我媽媽說你搞錯了 不是貴族學校 是從比利時來的一個神父 看很多人很窮喔 在全台北市最窮的地方 曼嘎 萬華 創立了第一所 聖母聖心 專門收留最窮的小孩 你就是其中一個 我才恍然大陸說 我不是貴族 我是最窮的那一個 去讀了這個小學 讀完這個小學之後 讀完這個幼稚園 我已經忘記 我的幼稚園的很多故事了 我完全忘記 我只記得我很愛講話 每次都被神父叫出來罰跪 他不會打你 可是只要你講話搗蛋 他就把你叫出來到一樓去 跪在聖母瑪利亞的十字架前面 懺悔 所以我大部分的記憶 幼稚園都是喝完牛奶 喝完不要錢的牛奶 因為講話被老師叫出來去罰跪 所以我實際上看著那個聖母瑪利亞 跪著 我不知道我哪裡做錯 我不知道哪裡做錯 就像我跪一個下午 看著聖母瑪利亞 可是我長大之後 還是很感謝這個學校收留我 因為不要錢的 我小時候就被我爸爸訓練成一個 我爸爸很希望我是天才 其實我不是 我跟一般人差不多 我的IQ 我的智慧是很普通的一個孩子 可是爸爸一直期待我是天才 每到了元宵節要去猜 元宵節的時候會有猜謎語 我們就到那個市立圖事館 跟這個一樣市立圖事館 元宵節貼了很多那個謎語 要去猜 猜唐詩三百首 猜什麼三國演藝的人的名字 猜什麼猜什麼 我猜小學三四年級 我真的不會猜 可是我很會亂猜 實際猜到 那我爸爸就每次把我推到前面去猜 我記得有一年 大概我小學大概三四年級吧 十歲左右 我爸爸又把我帶著 跟兄弟姊妹去猜謎 因為只要猜到一體 就要送你一個肥皂 或者送你一個牙刷 或者送你一個臉盆 或者送你一個草席 你就可以不要買日用品 我爸爸很希望每一年 我們都能夠他帶著小孩去猜 把今年東西猜完了 就不用再去買肥皂 買臉盆 你就知道壓力多大 從小就負擔佳計 而且負擔佳計的方式 還很奇怪要猜謎 有一年 我記得 好了 猜完之後 會有一個最好笑的結果 就是猜完之後 還剩下很多獎品 沒人猜走 那個人就會 那個圖書館的館長 就會把所有的獎品 把它擺在桌子上說 好現在最後一題 猜到人全部把獎品拿走 我永遠記得那個畫面 到現在都不會忘記 就是我爸爸看著我 我希望你是天才 我想爸爸我才十歲 旁邊都是大人 每個人都比我會猜 你叫我猜這個 我真的很難 我爸就用手這樣推著我 推著我 我就被推推推 推到台前面這樣站這樣 看著那個要出米的那個館長 館長說 好現在各位準備好沒有 看誰比較快 我現在出一個題目 捲連格 什麼叫捲連格 我聽不懂 捲連格就是猜出來之後 還把最後一個字 放到第一個字 這樣捲起來叫捲連格 哇超難的 題目是猜一個國家名字 猜一個國家的名字 我想國家國家 這個題目時候會範圍縮小一點 至少不是猜某一個字 或者猜一個 我不會的三國演義 或者猜唐詩三百首 我真的是沒有辦法 他猜一個國家 我就馬上想 全世界的國家有 美國、英國什麼什麼 大概我知道不到十個 可是我告訴自己 我要如何讓我爸爸高興呢 我只剩下一個機會就是 當這個出題目的人 只要講一半 我就把答案講出來 他題目才出一半 我就把答案講出來 不管對或者說先講先贏 等他全部講完了 我一定沒機會 為什麼 因為我已經被很多大人這樣 一直擠到一塊 看不到那個主持人了 我就知道我只剩一個機會 我的人生只剩一個機會 證明我是天才 就是當主持人講一半的時候 我就把答案講出來 然後如果不對就算了 不對知道我講出來了 如果等他講完之後 我毫無機會 這就是我人生中 在困頓中想出來的一招 就是我如何自勝 在現場我只剩一個方法就是 亂講一個國家 他開始講了 各位準備好了沒 準備好了 哇獎品好多 堆積如山 他講一寸光陰 我想一寸光陰 光陰就是時間嘛 時間就是我腦袋裡的四個國家 裡面有一個國家叫做比利時 我就說比利時 他說一寸光陰還沒講一寸金喔 他說一寸光陰 老先生講話不是很慢嗎 一寸光陰 我說比利時 一寸金 講完之後 所有人都講 這就是比利時了 因為比利時把十放在前面 就變成十比利 把時間比喻成利益 一寸光陰不是時間嗎 一寸金嘛 就是十比利 我答對了 老先生一看 剛才是誰講的 我就在人群中一直舉手 因為我個子很小 只有十歲 他看著我說 你講比利時喔 我說對 看著我 又不能不給我 又不能說為什麼 其實我講完還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他還要一個簡連格 我只是覺得時間時間關於 好了 那個所有獎品終於歸我了 爸爸看著我 天才 我真的相信我有一個天才兒子 然後 我的姐姐 我的弟弟 我的妹妹 一共五個人就抱著所有 剩下的所有那個日用品喔 到現在我大概記得 牙刷牙膏 那個臉盆 臉盆草吸 我們大概用五年都用不完了 然後捧了一路上回家 我爸爸好高興喔 生我這個兒子還是不錯的 從小就開始會生產這樣子 會他賺一點日用品 我們家裡有個電鈴 跟媽媽講好說 拆迷以回來按電鈴 按幾聲表示得到幾個獎品 你可以想到那年的元宵節 我多麼快樂 多麼神氣的 按著電鈴按著二三十聲這樣 我媽笑得好高興 哇解決了 這五年內的日用品解決了 這個故事 後來我一直在很多地方講起來 就告訴大家說 人生要如何自勝 講著講著有一天 到了我55歲的某一天 我很懷念我的幼稚園 我就回到幼稚園 他還在不在 哇還在 再萬華 改成已經不叫聖母聖心了 叫做聖女小德蘭 那個教堂跟地方一模一樣 我就走進去 有一個神父走出來說 你要找誰 我說我沒有要找誰 這是我小時候 你們收留我的幼稚園 我很懷念他 他說你幾歲啊 我說我去講一個民國多少年 他說啊 那個時候有個比利時的神父 比利時的神父 叫做巴神父 那個時候都是比利時神父 來那個幼稚園教你們 我說比利時 比利時 突然內心好想哭說 我一點都不是天才 因為我只知道比利時這個國家 因為我讀幼稚園的時候 神父每個都是比利時 我並不是天才 是神父救了我 因為他來自比利時 那天出迷你的人偏偏要出 一寸觀音 一寸金 我腦袋是有比利時 還有美國 英國 再來日本 我就不知道還有什麼國家 竟然給我猜對了 不是我厲害 我應該是因為某年某月 曾經有一個外國的神父 來台灣開了一個幼稚園 收了一群台北市最窮的一群小孩 我就是其中之一 我不但要感恩 而且要知道這個世界上 你能夠長大 不是只有你爸爸媽媽 在扶持你 還有這個社會的力量幫著你 這件事情對我影響非常非常大 所以我就重新再講我的故事 不是我天才 也不是我懂得謀略 是也不過就是我在小時候 有個比利時 幾個神父來收留了我 我只知道這個國家的名字 我爸爸媽媽把我想成是天才 他把我想成天才對我來講 也是噩夢一場 因為我不是天才 後來我就慢慢開始回憶 我生命中有幾個關鍵的時候 影響我後來人生非常多 包括剛剛講到天主教 那個比利時神父對我的幫助 我就開始想說 生命中有很多的幫助我的人 就好像聖誕老公公 我身邊一大堆聖誕老公會給我禮物 那個禮物有的大有的小 可是有的改變我命運 在我的爸爸留下來的資料裡面 除了讓我懷疑我爸爸曾經有很多女朋友之外 找到一張漫畫非常好笑 我爸爸在我兩歲的時候做了一個夢 夢到我兩歲的兒子就是我被一個女人抱走 被一個女人抱走 這個女人長得非常高大 這就是我 我爸爸實在很會畫圖 這個真的很像我 剛剛你看前面照片 我爸爸隨便這樣勾一筆就很像我 現在我的孫子長得很像這樣子 我孫子長得很像這個 這是我爸爸 我爸爸把自己也畫得非常像 你看這是他自己 這是我爸爸 這是我 我爸爸很喜歡帶我去植物園寫生 我旁邊實在站在我爸爸旁邊呆呆的 看我爸爸寫生 我爸爸長得蠻帥的 很多女人愛他 他為什麼會娶我媽媽 他講的理由是 我媽媽最積極的追他 沒有原因 他不是說他很最愛我媽媽 他意思是說 比我媽媽漂亮的 比我媽媽條件好太多了 只是你媽媽比較積極的追我 我就算了就娶他這樣 這是他永遠講到嘴巴裡 非常侮蔑我媽媽的話 事實上我媽媽嫁給他算很倒楣的 然後他的噩夢中 有一個女人把這個小孩抱走 他就一直追一直追 而且把環境都畫出來 有雞飛狗跳 有雞跳起來什麼什麼 這時候我才兩歲不到 他這個噩夢醒來之後 竟然嚇到一整天都沒辦法上班 我爸爸在一個公務機關上班 他說他提了包包上班之後 心神不定想說我唯一的兒子 因為我家裡其實有弟弟還沒出生 他畫我的時候是家裡只有我這個男生 我前面兩個都是簡潔 各位大概就知道 我說他獨子 我說他獨子 他想說這個獨子被人家抱走了 那他就嚇到一整天沒有辦法 在工作就把這個畫成一個漫畫 沒想到這個漫畫這樣留下來 落到我手上 我看了這張漫畫一直在想 我跟我爸爸之間的關係就是這幅漫畫 這幅漫畫裡面 這個女人代表誰呢 代表我生命中不斷出現的女生 抱著我想逃離我爸爸的魔掌 我爸爸不是一個很壞的人 他也沒有打過我 可是我爸爸有一種力量是 非常強大的力量吸著我 很怕我離開他身邊 我甚至於用一種比喻 各位聽起來有點恐怖 就是我爸爸很希望他的五個孩子 都跟他是生命共同體 在水裡面游泳的時候 把每個人都用腳疗手銬靠在一起 一起游泳 爸爸帶著媽媽帶著五個小孩一起游泳 他是誰都不能離開誰 用那個手銬靠著一起游泳 如果有一個人跟不上的話 把他會帶下去 那我覺得我爸爸跟我們的關係 既然是這麼的緊密 我就是其中一個偷偷把腳疗手銬解掉 可是又不能離開爸爸這個四線範圍的一個小孩 偷偷的把爸爸在我實際上綁著手銬 手銬腳銬已經剪斷了 然後慢慢游開 游開又不敢游太遠 每次都回頭看爸爸跟我們家人有沒有沉下去 所以剛剛跟各位講說 我小時候就開始就會猜謎語 其實我差不多念到初中高中 我就開始會打工賺錢 直到我18、19歲考上師大那一刻 我從來沒有再用過我父母親的錢 我們那個年代很多這種人很苦命的 就18、19歲之後 就沒有再用過父母親一毛錢 為什麼我念師大 師大不要錢 而且政府會給我400塊 可以吃飯的錢 所以我們又叫做吃飯大學 就政府會給你400塊錢吃飯 所以讀書不但不要錢 還給你400塊 我還另外接三個家教 135、246加禮拜天 三個家教賺錢回來給我父母親 後來有一天突然人生有點覺悟說 這樣下去有一天我要娶老婆的話 我不是沒錢了嗎 我連家教的錢全部給我爸媽媽 我不是沒錢了嗎 好了 我爸爸再聰明終於有一個疏忽的地方 就是我在初中高中開始投稿的時候 我爸爸看到我寫稿寫得很勤快 就說這樣好了 寫稿的錢你不要給我 寫稿賺的錢不要給我 其他全部給我 我爸爸那時候講這話說 心裡還很偷笑說 寫稿只有20塊30塊 那時候我們初中高中投稿到報紙 國語日報 稿費只有20塊30塊 我爸爸想說這個錢給你沒關係 他沒有想到有一天 我這方面的錢多到他無法想像 因為我很快就變成一個作家 我很快就變成一個作家 我努力寫 因為這部分錢不要給爸爸 努力寫過 我就開始投稿專案日報 開始寫小說 那時候開始變成有500塊1000塊了 我爸爸傻住了 我出了第一本書 《勇之聲》大賣 大賣 大概我一口氣賺了一、二十萬 那時候房子大概 一棟房子大概只要 大概只要二、三十萬吧 我爸爸看到我那個書賣這麼好 那時候我才念大學 有一天終於約我談判 說 兒子啊 有件事情我有點講錯了 我說你寫稿的錢給你 我沒有想出書的錢 要給你 出書的錢加一人一半好不好 我從來沒有那麼殘忍過 看著爸爸說 爸爸我給你的已經很多了 我已經把我所有的都給你了 我十八歲以後沒有花過你一毛錢 我把我三個家教錢全部給你 所有打工錢給你 可是你曾經答應我寫作的錢不要 我才這麼努力的 如果你要跟我分一半我就不寫了 所以你不要我的錢給我最大動力 讓我寫作的動力 那所以從此有 我真的很快就比我爸爸有錢很多 然後我生命中非常多的女人出現 把我抱著一直跑 其中第一個就是我媽媽 我媽媽知道我爸爸這種方式 在帶孩子其實太嚴格 我爸爸要求我們的條件高到是 我只要舉一個例子 就是說我爸爸要求多高 我小學的時候讀的是一個萬華小學 競爭不激烈 因為有一半的人不升學 有一半同學不升學 所以大家每天都玩在一起很快樂 因為不升學 還有一半的小孩可以升學 我就是屬於那一半可以升學的小孩 所以競爭一點都不激烈 我每天都不寫功課 玩耍玩得很快樂 我還是全校第一名 當我拿到全校第一名考試模擬考 名字在排第一個的時候 我回去跟爸爸講 爸爸我告訴你一個好消息喔 我這次拿到全校第一名 我爸爸就看著我 這麼爛的學校 全校第一名有什麼用 我想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 拿到已經最高分的時候 竟然沒有得到讚美 還是被他羞辱一番 我說這樣子喔 那我下一次考很爛給你看 我第二次考得很爛 他快氣瘋這樣 因為我竟然沒有得到讚美 我已經考到全校第一名 都得不到讚美的話 我不曉得我下一步該做什麼 我第二次考得很爛來氣大家 所以從那個時候開始 我媽媽就知道我爸爸是個太嚴格的人 他不讓我看漫畫 不讓我看電影 不讓我做所有娛樂的事情 也甚至於希望我睡覺睡短一點 後來才知道睡覺睡短很可怕 因為所有小孩子學習睡覺最重要 人只有在睡覺的時候 他的腦袋的記憶才會重新開始 把白天學的東西再run一遍 如果你一直熬夜讀書 K書明天要考試 你晚上不睡覺讀完了 考試考得再好 明天全部忘關關 因為你沒有睡覺 睡覺是多麼重要的事情 我爸爸卻用一種諷刺我們說 我如果去今天功課寫完 還是沒寫完跑去睡覺 我爸爸就說不要睡覺了 死掉之後可以永遠睡了 少睡一點這樣 我一趕快起來這樣 我妹妹念博士班的時候 曾經有過一個故事 我妹妹讀博士班的時候 讀到快要睡著了 終於睡覺 晚上兩三點鐘終於睡著了 就爬上床去睡覺 我爸爸半夜爬起來兩三點 要到隔壁廁所上廁所 我爸爸腳步輕輕的 我妹妹竟然被嚇醒 趕快開燈趕快把書打開來這樣 坐在那邊這樣 已經兩三點了 我爸爸經過的時候就看看說 這樣差不多 這樣差不多很用功這樣 我媽媽知道我爸爸是一個非常瘋狂的人 所以我媽媽就在我小時候 偷偷買漫畫給我看 偷偷買漫畫給我看 偷偷帶好去看電影 我只要白天爸爸上班 我在家裡面讀半天班 我們的小學很輕鬆都讀半天 因為教室不夠 各位在場大概跟我同樣年齡都有這個經驗 教室不夠 因為帳後出生的小孩太多 所以我們讀到中午就回家 你的桌子要給另外一班上 所以半天班多好 下午可以玩一個下午 我就是這樣的人生過了最快樂的小學六年 媽媽每天都帶我去看電影 看到快要考初中的時候 我不是國中我是初中 考初中的時候那個月 我在日記上面天天寫我的那個劇情 說今天媽媽帶我去看什麼故事很好看 武毒白骨篇那個武俠篇或者警匪篇 我就一直寫 我爸爸終於忍不住在我的日記後面說 親愛的小孩我幫你數了一下 這個月你已經看了17部電影了 可是下個月你要開始聯考了 你還要不要考初中 就是說人家人家在補習很緊張的時候 我經常跟著媽媽每天看電影 看到已經快要考試的前一個月了 我爸爸終於忍不住寫了一段話 罵我說你媽媽是一個神經病 你快要考聯考 他天天帶你看電影 他不知道真正救了就是我那個媽媽 我媽媽果然是一個非常懂得爸爸在教育上面 太嚴格的後果就是會要付出很多代價 他就利用他的方式買漫畫給我看 看完之後還要藏在傳播底下 不要給我爸爸知道 所以我媽媽非常清楚我爸爸是怎麼樣一個人 我爸爸就是一個孤兒 他沒有自己的父親 他出生的時候就沒有父親 所以他在中國大陸從小是個孤兒長大 所以他對於這個世界充滿了仇恨 不相信任何人會幫助他 他實際上傳播我一個觀念說 在世界上只有他最愛我 老師什麼都會騙我 我身邊出現任何人他都告訴我 他是來騙我的不是來幫助我的 包括那個老師怎麼喜歡我送我課外書 他都認為是來毒害我的 所以不斷的灌輸我觀念是 我身邊出現的每一個人都是來害我的 只有他最愛我 等到我長大後再回頭看那些對我很好的老師 還有我媽媽我姐姐 甚至於我後來遇到了非常多的女人 男人是另外一種 女人就是我的太太我的老師 我的朋友我媽媽我姐姐 我覺得他們每一個人都是 對我來講都是聖誕老人 把我從我爸爸的手上 水生火熱的爸爸手上救出來了 所以我剛才為什麼看前面那個漫畫的時候 非常的感慨 這個就是我爸爸從中國大陸 逃來台灣的時候 他比一般外省各家人更早來到台灣 大家都知道民國38年 中國大陸來了很多外省人 可是我爸爸是民國34年 戰爭結束後就一個人跑來台灣的 他搭了一艘船 離開家鄉 從此不願意再看一眼 因為他家鄉是他最三星的地方 他的爸爸比他出生前就過世了 他的叔叔把整個家產全部奪走 最後流落成他最後一個人跟著我的祖母兩個人 孤兒寡母的慢慢長大 所以他很想離開一個三星的地方 有另外一個女人愛上他 那個女人就是也是全家 在中國大陸本來很有錢的 後來中國共產黨來之後 佔領的那一區在江西、廣東 江西、廣東、福建 是中國共產黨佔領第一個 第一個紅色的數位愛政權 然後那個區裡面有一家人最有錢的 就第一個家裡被燒掉 因為他們家裡有土豪裂痕 因為家裡有政府官員、有參議員 也有鐵路局局長 就把這家全部燒掉 其中有一個小孩八歲就是我媽媽 跟著逃難一路乞討 媽媽也不想再回顧中國大陸的生活 就跑來台灣嫁給我爸爸 就是我跟他講說 我爸爸說我媽媽最積極了 追我爸爸 我爸爸跟我媽媽在大陸認識一下就分手 爸爸就來台灣了 媽媽就趕到爸爸要離開的那個港口說 我可不可以跟你做一個健行 我爸爸說為什麼要 他說沒關係我跟你健行 就喝酒 我媽媽就跟我爸爸還不太熟的時候 主動幫我爸爸健行 在中國大陸的一個港口健行 我媽媽舉起酒杯喝了三杯以後 唱了一首何日君再來 各位知道何日君再來就是那個鄧麗君唱了 我爸爸在日記上寫說 有一個女人很奇怪 在我要離開中國大陸來台灣的時候 突然趕來跟我健行 喝了三杯酒比男生還豪放 還唱了一首歌叫做何日君再來 她到底什麼意思 我媽媽其實沒什麼意思 就追到台灣來嫁給我爸爸 就是她的意思 因為她非常崇拜我爸爸 爸爸真的是一個完全靠自學的 爸爸來台灣之後一方面上班前不夠 他就開始接了很多生意 包括這個去接了很多生意 答應很多廟來做那個觀音像 做佛像還有畫很多圖 爸爸用的工具就是我祖母 爸爸做佛像的時候 都是用我祖母的樣子來做佛像 然後他完全不會做 他就先答應別人說我會做 要別人先付他定金 那那個年代定金大概是 譬如說做一個佛像500塊的話 定金250塊我爸爸就拿去 把一些他欠的米錢啊 是附近很多米 他跟人家借了很多米 我爸爸大概很快就把薪水用完 因為家裡有八個人在用 五個小孩加上祖母八個人在用 媽媽後來把工作遲掉 所以爸爸很吃力的賺那個公務員的錢 大概只夠用十天 剩下20天開始就是借債 所以我從小很怕經過我爸爸 我們家對面有個雜貨店 因為雜貨店那個米 每次賣給我們之後 我爸爸都不還 不給他錢 錢了三個月 所以我下課的時候 我背個書包 每次經過雜貨店趕快拐一個彎 只要被老闆人逮到 就說過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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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爸爸欠我三個月的米錢還沒有 回去要你爸爸還錢 我說好好好 從此不敢經過那個雜貨店 雜貨店後面是植物園 我就實在躲在植物園 不敢經過雜貨店 我們家隔壁在賣香菸的 我爸爸都叫我去借 我爸爸很奇怪 都叫我去 就覺得我臉皮比較厚 我就到隔壁去跟人家說 拜託我爸爸要抽香菸 新樂園來兩包 那個人都知道我不會給錢 因為我是小孩嘛 就在牆壁上寫一個 某某人欠我兩包香菸 四包 六包 八包 一直晚上寫 我爸爸還是要叫我去借 我就只好去敲門說 隔壁是個張公公 張公公兩包香菸 新樂園 他就從底下丟兩包給我 可是他知道不是我的錯 家裡窮不是我的錯 因為我那時候很小 他還丟幾個糖果給我 我就撿起那個糖果來吃 拿兩包香菸給爸爸說 爸爸你已經欠人家很多包了 還繼續叫我借 實在是對我來講 實在是蠻為難的 那我爸爸做了更過分的一件事情 就是實在沒錢的 叫我去跟隔壁鄰居借 我們家隔壁有個鄰居 家裡好像過得比我們好 他家裡有個女兒跟我長得一樣大 長得很漂亮 其實是我暗戀他 我非常暗戀這個女孩子 爸爸好死不死就叫我去他家借錢 你看知道多丟臉 我爸爸借錢的方式就是給我信封袋 上面寫一個 老李啊請再借兩百元 這樣子寫在那個信封袋裡面 叫我拿著信封去隔壁按店裡 我都知道這是要借錢的 按店裡那個一見面說 我說我爸爸叫我這個給你 他說喔好好好 這時候我暗戀的那個女孩子 結果一直說爸爸那是什麼 那裡面寫什麼我就臉一直紅想千萬不要看喔 那是我爸爸跟你爸爸借錢這樣 那個女孩子就說爸爸是什麼 那個爸爸非常給我面子 說小孩子不要管小孩子不要管 就拿了信封走到裡面去 塞了兩百塊或者三百塊 我爸爸跟他講的那個數字 另外還會找一些水果給我 像想想我還滿像乞丐一樣 給我兩個蘋果 給我兩個就拿了蘋果 還有爸爸給我的那個信封回到家裡 我又幫你借兩百塊 下次不要因為那個女孩子我很喜歡 哪天給他看到以後 他就不喜歡我了 可是我在講這些故事給你們聽說 你們大概聽出我的意思吧 就在那個很貧窮的時代 當我做所有被人家要羞辱的事情的時候 那個大人都會顧到我的面子 他不會怪我 他不但把那個相應給我還給我幾個彈 那個人不但把一個錢裡面擺了 擺了我爸爸要借的錢之後 他還給我蘋果 他不會給我臉色看說你以後不要借好不好 跟你爸爸講不要借錢好不好 那你想想看一個小孩就多可憐 就我很痛苦 因為不是我要借錢 是我爸爸要借錢 我沒有錯啊 可是為什麼爸爸老師叫我去 因為他看我臉皮比較厚 他看我臉皮比較厚 因為兩個姐姐都不好意思 所以我從小就跟爸爸這樣一個關係 那爸爸更好笑就是 他每次做這個佛像的時候 他以為帶我們全家人一起做 一起做 這就是他在跟我們之間互動裡面 最好的一個部分 他帶領全家人一起做這個東西 讓全家人都投入生產 我爸爸在做這個觀音像的時候 這個是觀音像 他根本不會做 他就跟他打聽說觀音像要怎麼做 有一個專門做觀音像的人跟他講說 很簡單 你去鐵道旁邊 我們家旁邊有個鐵道 現在拆掉了 鐵道旁邊有一種泥巴是黃色的 你把它挖起來 揉一揉搓一搓 他去理髮店找人家剪下的頭髮 扮在裡面一直繳他就不會裂開 然後就開始中間 就可以開始直接做了 我爸爸就聽了 拍一張照片 用我祖母做為一個 用我祖母做為一個雕像 我祖母嘛 叫他站在不要動 你就開始做觀音像 全家人投入生產 為什麼 有人負責去鐵路旁邊剪泥巴 有人負責去理髮店剪頭髮 我就屬於被派去剪頭髮的 就我們家鐵路旁邊有個理髮店 我就說老闆你頭髮要不要 他說我不要啊 我說我要 你每次到晚上我幫你掃 他說太好了太好了 要不要錢 我說不要錢 我幫你掃這樣 每天到了很晚的時候 跑去他家去掃那個頭髮 掃完就扛了一袋袋回家 這個佛像就一天天做起來了 佛像一天天做起來了 那年夏天佛像做好了 還沒有塗上白色的油漆 就放在院子外面曬 早上起來聽到我妹妹說 糟糕了糟糕了 佛像全部長出頭髮來了 因為那泥土裡面不是穿很多頭髮嗎 太陽一曬不是會慢慢縮小嗎 頭髮一根根跑出來 一根一根跑出來 一根一根全部滿身都是頭髮 你可以想蠻恐怖像刺蝟這樣 然後我話說沒關係 把它解決掉 就用剃刀把頭髮全部剃掉 再來塗一層 跑去又請教別人說怎麼辦 他說那個沒關係 剃掉再塗一層油漆就好 後來塗一塗又裂開了 佛像又裂開了 我爸爸就跑去請教人家 他說沒關係 他塗一個什麼膠 最後終於佛像完成了 花兩個月時間完成了佛像 這個佛像現在放在士林的一個小廟裡面 爸爸端著佛像去趕快交 交給對方 再拿250塊錢 那個最後的款項250塊拿回來 從此不敢經過士林 不曉得他會不會長出頭髮 還是會裂開 從此不敢經過那個廟 還好我們在萬華 在士林很遠 隔了十年之後 有一天我突然好奇說 爸爸當年幫人家做了佛像 這個是他幫人家做的這個匾額 也是我爸爸寫的 爸爸真的很會做 佛像加上匾額 掛在士林 十三園的一個廟裡面 十年之後我經過 一看那個佛像還在 被煙燻黑黑的 他本來是白色的 我就問人家說 這個佛像有沒有很多人 官藝有沒有很多人來拜 他們說有啊 很多頭髮凸的 來這邊拜會長頭髮 這是我祖母跟我 我從小就是我祖母 把我當作那個寶貝 因為我祖母只有一個長孫的時候 非常疼愛我 疼愛我到什麼程度啊 就是我知道這個世界上 最愛我的不是我爸爸 因為我爸爸會叫我去借錢 只有我祖母不會 我跟我祖母就睡在一起喔 我祖母實在 年紀也不小了 就我睡覺旁邊幫他取暖 等於說小孩子睡覺 老人家旁邊不是取暖嗎 我看到我祖母的背後 很多空罐子 就很多那個鐵罐 不是空罐鐵罐 我祖母從大陸來台灣的時候 東西寬一寬不知道回不去了 我祖母還有點田地 他不知道他跟我爸爸來台灣 永遠回不去 這個後來 所以我祖母後來 十天後就有點失智了 就真的有點瘋掉 因為他回不了大陸 那他當時從大陸帶來的一些鐵罐 後來就用這個鐵罐 塞了一些錢跟一些糖果 跟一些他覺得最珍貴的那個手勢 所以我印象中我祖母的背後 睡覺的時候後面墊的都是鐵罐 每個鐵罐裡面都有寶貝 於是我就打他主意 一個是他有錢 一個是他有那個糖果 我就跟我祖母每天睡覺的時候 我說再給我一個糖 我祖母說不行不行 你今天吃過了不能再吃 小朋友不要吃那麼多糖果 我就二話不說 就跳在地上開始打滾 就一直滾一直滾 滾到一直哭一直哭 哭到我祖母才受不了 因為晚上要睡覺 就把我叫起來 好 那糖果我給你吃 糖果我給你吃這樣 所以我一直用這個方式折磨我祖母 不然就跟他要錢 他說你不能再給錢啊 我剩下錢不多 我就跳到錢 又一直打滾一直打滾 我祖母就給我錢 我就用這個方式跟我祖母折磨了很久 我祖母在十年後就瘋掉了 我祖母瘋掉不是我折磨的 是他太想念家就瘋了 瘋掉之後我的祖母 竟然進入到人生更快樂的時光 我祖母在三十歲守寡 我剛剛跟各位講說 我爸爸不是孤兒嗎 我爸爸孤兒就是因為我的祖父在 我爸爸出生前就過世 得了一場肺病死掉 所以我的祖母很可憐 他是一個寡婦帶著孩子長大 然後他自己的兒子也死掉幾個 女兒也嫁掉 所以他唯一的親人就是我爸爸 所以他在60歲來台灣 70歲就失智 開始對著窗戶開始亂講 那我爸很痛苦 因為他覺得現在如果有醫療發達 可能就把他當作是失智 或者送到精神病院鑑定 可是那個年代不知道 覺得很丟臉 為什麼因為我祖母會走到那個窗戶 開始對著窗戶大叫 全村人都聽到 我們那個村子大概有十戶人家 他都知道這家人有一個老媽媽瘋了 因為他每次都喊著兩個男人的名字 那兩個男人的名字到現在我還記得 因為我小時候印象太深刻 他每天都在叫 他用客家話叫 我祖母是客家人 他就大聲叫 你媽子啊 哈巴子啊 你們不要再打架啦 你們不要為我打架 你們兩個誰要娶我都可以啊 你們兩個自己決定要娶我都可以啊 兩個人不要為了我打架打到頭破血流 把我叫來說 有兩個男人愛我 各位知道嗎 所有的女人的夢想就是 這世界上有兩個人愛他 為他打頭破血流 各位在場 所有女生你們自己想想看 你會不會有夢想 有一天有兩個男人為了你動刀動槍 唉唷不要啦不要啦不要為了我 不要為了我打架 心裡想盡量打盡量打看誰打贏 我就嫁給他 我祖母就完全進入這個狀態說 不要再打啦 忽然把我找來說 告訴你這兩個男人在植物園 他們現在打架 你趕快去找他們說 說我的意思 這兩個男人都愛我 叫他們說看誰願意娶我都可以 叫他們兩個擺平 他們兩個人好像要一點錢 哇錢 我眼睛一亮 我跟你講我媽媽從來不給我零用錢 爸爸也不給我零用錢 那時候我才八歲 他就從那個鐵罐裡面 拿出了幾張鈔票說 拿去給他們 然後跟他們講說趕快決定 不要來打架 哇好快樂 我祖母的世界從黑白變成彩色 因為有兩個男人為他拼命打架 我的世界也突然從黑色變成彩色 我有零用錢啊 我拿著祖母的錢好高興保育植物園 玩一個下午回來 看到植物園根本也沒有男人 也沒有誰 是我祖母的愛人 看到那個門神 門神一個黑臉一個白臉 我就看到這兩個門神長的樣子 有了有了答案有了 回去之後我祖母就說 我祖母等了一個下午 我怎麼去那麼久 怎麼樣看到沒有 我說看到一個黑一個白 然後他們兩個真的是為了你打架 打得很兇 她說決定沒有 誰要娶我 趕快決定 我說還沒有 因為他們兩個還要繼續打 但是他們兩個都蠻窮的 還需要一點錢 第二天我祖母又從鐵罐裡面 再拿一點錢就給我 我們家另外四個孩子看著我 很生氣 為什麼祖母只給你 我兩個姊姊 我弟弟妹看得很生氣 後來我就開始慢慢分他們一點 叫他們不要講 不要告訴父母親 因為父母親知道又把我沒收 因為原來我祖母叫我去給那兩個門生的 這個故事講多久呢 講了十年 從八歲講到十八歲 我的人生為什麼會成為編劇 為什麼會成為作家 可能是這個原因 因為我必須每一天告訴我祖母說 那兩個男人現在情況如何了 最後都是講說他們兩個還需要錢 我祖母的鐵罐就越來越少 那個糖果越來越少 然後錢也越來越少 從七十歲到八十歲 這樣子我們就活了十年到十八歲 我就唸高中的時候祖母就過世了 到後來人家問我說 你有沒有特別喜歡的鞋子、衣服、什麼東西 我說沒有耶 我喜歡鐵罐 我喜歡鐵罐 我這樣講就講真的 所以有一天我的媳婦 我有個媳婦是當要到國外去買東西回來賣 因為她在做生意嘛 她的生意要跑到巴黎、倫敦去 她還沒有嫁給我兒子的時候 上來拍我馬屁說 你要什麼禮物啊 她想拍我馬屁說要嫁給我兒子嘛 我說我想要鐵罐 她說什麼鐵罐 我說只要鐵罐圓圓圓的都可以 她說真的嗎 我說真的 鐵罐裡的東西我不要 我說真的喔 這個禮物有點怪喔 那我兒子在旁邊說 我知道啦 有一種錶 有一種錶 是用鐵罐裝 那個錶給我 然後鐵罐給我爸爸 那後來我的女兒就也說 對對對 有一種巧克力 倫敦很多巧克力 你去倫敦的時候買巧克力 那巧克力給我 罐子給我爸爸 從此以後 我的媳婦就開始 每次出國去買東西的時候 就記得買鐵罐給我 她覺得非常煩惱 因為用鐵罐裝的東西 她一定要買給我 裡面又要給她的 給我兒子 或者給她的親戚 她就得想好 這個東西可以給另外一個人 她跟她解釋說 這給你完之後鐵罐還給我 送人家禮物還先講說 這給你 可是鐵罐還還給我 因為我的公公就是我 她很奇怪 她還活在小時候那個時代 所以我家裡現在很多鐵罐 我現在講全部是真的 所以我會覺得一個人 懷念一樣東西是 會懷念一個很奇怪的東西 因為那個東西 有一種情感跟她連結 而不是裡面有什麼 就是罐子裡面什麼 對我來講巧克力 手錶什麼我都不稀奇 只剩下一個空的罐子 會讓我想到 我小時候跟我祖母之間 漫長了十年 如何把她的鐵罐掏空 而且也滿足了我祖母 那個幻想說有兩個男人愛她 我祖母後來從七十歲到八十歲 這段時間天天活在這個世界 到了八十歲之後 我爸爸幫她做個大獸 就是做獸 她帶了一個紅花 這個時候我已經十八歲了 我祖母認為她自己結婚了 她結婚了 至於那兩個男人是誰娶她 她也沒搞清楚 在她這個獸宴上 她認為她自己結婚了 我後來有把這個寫成一篇小說 因為我覺得滿感人的 就是一個老人到最後 你在做獸宴的時候 她以為她結婚了 因為她一輩子都是守寡 三十歲之後就是守寡這樣 那這個祖母跟我之間的這種故事 就是我生命中 非常重要的一個元素 就是我祖母對我的疼害是無止盡的 所以我們實際上講說 不要太寵愛小孩 不要太寵愛小孩 我每次聽人家這樣講說 我想說不太對 我要是沒有我祖母寵愛的話 以我爸爸跟我的關係 我可能精神分裂 這是我媽媽 我媽媽是一個其實讀書人 媽媽學了很多日記 我媽媽在民國三十六年 曾經寫了很清楚的記載 二二八事變的過程 所以這本我就是留著 準備捐給那個二二八紀念館 然後我媽媽有很多秘密 今天我的故事時間太短 我以後再講 這是我弟弟 我媽媽跟我弟弟感情很好 因為我弟弟長得很可愛 有一個笑話跟各位講 就是我後來漸漸成為一個 比較有名的人的時候 有一天有一本雜誌 要訪問我跟我媽媽 因為母親節 我媽媽跟我一起被訪問 那我說好啊 我就高高興興跟我媽媽一起接受 人家訪問 人家先問我 我就一直講講講 小時候我媽媽帶我看電影 他問我媽媽說 你有沒有什麼記得 你跟那個小野小時候的故事 我媽媽說不記得 不記得 我說有啊 你有帶我去看電影啊 你有帶我去 我說我媽看著我說有嗎 我說有啊 可是我媽後面的回答非常好笑 就告訴記者說 我還有一個兒子更棒 長得又高又帥 哇帥了 他在美國念博士 好像在美國教書 已經當到工學院副院長了 那妳說喔對對對 可是我還問小野 小野 我還有一個女兒很棒 我大女兒多棒多棒 在經監會上班什麼 每天都把那個經監會主委寫 報告到立法院去質詢 其實寫的也沒有多好 可是他就很得意 我還有一個女兒 在外商公司什麼什麼 我還有另外一個女兒更厲害 小學畢業考全台北市第五名 那個人一直問都問不到我啦 就很尷尬 後來之後我自己自我介紹說 我媽多愛我什麼 我媽不記得 更離譜的是 這件事情結束後 他就說 叫我媽媽說 你寄點照片 寄點照片來給我 你跟小野之間照片 我媽媽就寄這個 而且不只一張寄了 一大堆繼續給雜誌 雜誌收到之後 就跟我寫文心說 哇小野 你小時候白白胖胖的 好可愛 我想不對 我小時候沒有白白胖胖 白白胖一定是我弟弟 我就說 你把照片傳給我看看 你看全是我弟弟 太過分了吧 在別人前面 全部在講別的孩子多半都不講我 所以我照片還用弟弟的 我打電話給我媽抗議 我說媽媽 你為什麼寄弟弟的 難道我見不得人嗎 我媽說 你有沒有搞不太清楚 小孩太多了 而且你弟弟長得比你帥喔 人家還會覺得你很可愛 你有什麼吃虧的 我說不是吃虧 那不是我啊 你不吃虧啊 你弟弟長得比你帥啊 哇 講到我弟弟比我帥這件事情 我真是很 從小真的收到滿多屈辱 我爸爸一直認定我長得不好看 我弟弟比我高 比我帥 每次家裡有客人來的時候 第一次來我們家 我爸爸先叫我出來 我就走出來 跟客人講 這是我大兒子 叔叔伯伯 好 他們說 這你大兒子 長得還算清秀嘛 這時候我爸爸就音樂響起 我還有一個 我還有一個 你們看看 這時候我弟弟很習慣 我爸爸要玩這一套 我就是弟弟 我弟弟就會躲在後面 先躲在布簾後面 我爸說 我還有一個兒子 你看看 音樂響起 我弟弟就走出來 各位叔叔伯伯好 哇 好帥 他們就說 哇 這個帥這個帥這個帥 欸 這個帥 那我這個呢 我就躲在後面 好像非常自卑這樣 我爸爸從小不顧到我的顏面 就是百般的羞辱我 而且最後用我弟弟來羞辱我 我這樣講開玩笑 我爸爸已經走那麼久了 他剛才叫我不要往下講 就是這樣 就是我媽媽後來 一個人寫了好幾百萬字的東西投稿 我媽媽沒有人認識她 是個作家 可是她用的寫了上百萬字的文章 到處投稿 換各種筆名 為什麼 她希望報紙一打開 有好幾個人都是她 然後不同的名字這樣 我想講各位不敢相信 我媽媽就這樣 埋頭一直寫 白天洗衣服做家事 然後到了晚上我們都睡覺講故事 講到我們每個人都睡著以後 她開始寫稿 所以我媽媽是滿了不起的 我媽講故事也是一流的 非常非常會講故事 我媽為什麼會講故事呢 又回到我小時候一個很悲劇 就是爸爸因為從小 我們看到爸爸在公務體系 從來沒有升遷過 我爸爸非常痛苦 每次一發布她又沒有升 她還在原來的位置上 她就很痛苦就喝酒 喝酒之後又過了一年 第二年又還是沒有升 沒有升上去 她就認為那個人事主任總經理 對她對她不起 有一次 我大概也是八九歲 我怎麼都發生在八九歲的時候 所以八九歲我實在不想活了 因為家裡發生很多事情 我爸爸就一發布她又沒有升 她就氣到 喝了很多酒之後拿了一把菜刀 挑一把菜刀 好了 今天是世界末日 我去把那個人事主任 跟總經理一起殺掉 然後就出去了 八歲的我牽著媽媽的腿說 媽媽 爸爸要出去殺人 我媽媽繼續在做菜 說你不要害怕 她如果殺人就好了 事情就結束了 然後她就坐牢了 就換我來賺錢了 人生還是會過下去不要害怕 最怕是她不殺人又回來 我們就倒楣了 一個小時後爸爸回來了 喝了更多的酒 拿把菜刀 菜刀上沒有血 哇 沒殺人 我鬆一口氣 爸爸不用做了 回到家裡開始吐 因為她喝酒一直吐 把菜刀丟在地上說 這人生太不公平了 我媽媽就蹲下來 暗示我說 你把那個我煮的茶端出來 茶端出來熱熱的 給爸爸安慰一下 叫她喝茶 端給爸爸喝 我就爸爸請喝茶 坐下來 爸爸就開始說 人生太不公平了 就開始喝茶 我媽就開始教我怎麼樣 把爸爸吐的東西收起來 一邊收一邊看那把刀 哇 那把刀 還好沒有殺人喔 很久很久之後 我覺得那把刀其實我撿起來了 其實我在這麼痛苦的狀況下 我其實有把那把刀撿起來 那把刀就後來成為我的一支筆 我成為一個作家 所以我成為一個作家 好像是必然的 生命中很多命運推出我要成為一個作家 我把刀其實在我的冥冥中撿起來 變成一支筆 寫了一百本書 然後覺得這個世界非常不公平 我要靠仗義直言這樣 我成為一個作家 然後我就親眼看到我媽媽 個子矮矮小小的 看到我爸爸一直哭 我從小對女人跟男人的看法 有點不一樣 就是我小時候看到我媽媽個子小小 可是我媽媽好像很強大 爸爸看起來很帥 可是很脆弱 男人有時候比較脆弱 因為他要跟社會上很多工作來比 挫敗 沒有成就感 女人好像是支撐這個家庭的一個 最後的一條支柱 親眼看到我媽媽泡了茶叫我爸爸喝 親眼跟媽媽一起把地下的東西收乾淨 爸爸坐在那邊哭的時候 我媽媽抱著他 你不要難過了 其實你很聰明 你一直生出了時代 你看你的五個小孩都很聰明 現在這五個小孩會幫你報仇 你放心 你五個小孩都很聰明 他們會幫你報仇 我爸說 對 我就希望他們幫我報仇 至於報什麼仇我不知道 下個更重要 今天晚上開始我講故事給你聽 我安慰你痛苦的心靈 那我爸說 好 從那天開始我爸媽媽開始講故事 從來沒有間斷 講了幾十年 每天講每天講 可是他講故事說 因為我們小孩都在旁邊在睡覺 我媽媽就會有一招 就是前面講普通級的三隻小羊 三隻小綿羊 兩隻小狗 聖誕老公公 白雪公主 都是非常普通級的 我爸爸就一直等我們睡覺 睡覺之後 我爸爸媽媽就開始講限制級了 可是我每個人都知道媽媽的故事 講完普通級就會講限制級 我們都假裝睡著 我媽媽就會開始叫我們家五個小孩名字 一個個叫 我們五個人都不會回答 因為假裝睡覺 然後我爸爸說 趕快講好聽的 不要講什麼小野狼 畫風一轉色情暴力全部來 為什麼呢 他講包公案 講包公啊 講那個施工案 講那個紅樓夢啊 講那個寮齋有女鬼 女鬼就跟書生會那樣子 跟女鬼書生會有色情的 好好聽喔 每個小孩都還未成年 媽媽開始講那個哇 好啦 這個也不達情 我們就在媽媽這種故事中長大 有一天我們全部結婚生子 有了小孩之後 我媽媽也變六十幾歲了 很寂寞 她很想講故事 就問說 現在沒人聽我講故事怎麼辦 我弟弟人在美國就說 我買一台錄音機 你對錄音機講 你對著錄音機講故事 把它錄下來給你的孫子聽 我媽媽說 對對對 太好了 換句話說 我媽媽講故事是一種本能 不是為了講給我們聽 也不是為了講給我爸爸聽 是因為她人生太苦悶了 她活在這樣一個時代中 她實在太苦悶 講故事是她唯一最快樂的時光 對著錄音機 買了好多錄音帶 開始操作 奶奶講故事第一集開始講 她講奶奶嗎 因為她對著我的孫子 對著我的兒子女兒講 好 講來講 每次講完一集 一百分鐘就會把它Copy成好幾卷 叫她五個小孩帶回家 Cow五卷 叫五個小孩帶回去 給自己的孩子聽 那我每次都很高興 因為我的孩子長大 不是長大 我孩子很小的時候 我很忙 在從事電影工作 我正好不會再 沒有時間講故事 我媽媽竟然有故事帶 我就乖乖拿回去 越拿越多 越拿越多 我的兒子女兒大概念小學 兩個人就每天晚上輪流 聽我媽媽的故事 我不太知道我媽媽講了什麼故事 講了一百句 有一天晚上 我忽然半夜起來 聽到兒子跟女兒都在放著我媽媽的錄音帶 半夜兩三點鐘 陰風長長 走過我兒子的旁邊 我兒子在聽我媽媽的聲音 那個在講那個水浮傳裡面 有一個護三娘 有一個故事叫做人肉包子 用人肉做的包子 來了一個男人進來以後 他給他喝了一杯有裝了迷藥的酒 讓他喝倒了 把衣服全部剝下來 護三娘就拿起這個拔毛的 開始把這男人的毛慢慢拔掉 拔完之後把他洗乾淨掉起來 像豬一樣掉起來 開始剝皮 然後開始剝差不多 就把他擺在這碗上 拿起菜刀 一刀一刀的砍 有的時候砍到骨頭 有時候砍到血管 血就噴啊噴上來 哇 關事形容怎麼砍講了二十分鐘 我經過那個旁邊的時候 兩個腿一直發軟 糟糕了 我媽媽不是很正常耶 我媽媽全部在講正經暴力給我的孩子聽 怎麼辦呢 來不及已經聽了很久了耶 已經聽了好幾年耶 而且我媽媽的國語不太標準喔 他講到國語都有帶一點香音喔 下雪的時候 下雪對不對 他會講說 雪下下來 削削白 削削白 我兒子跟女兒每次考試 注音都錯 因為他都聽我媽媽的故事 全部發音都錯 四身都錯 回來就說 奶奶講削削白 應該一生嘛 下雪的血應該是下削嘛 這樣 這是我媽媽講故事的後遺症 後來我就跟我兒子講說 我兒子早上醒來了 睡眼心中要去上學 我說 兒子爸爸問你一個問題喔 昨天晚上我經過你門口 聽到奶奶講的故事喔 包公案講胡三娘怎麼砍 我說喔不是 那個講完之後講那個人肉包子 後來再講那個烏盆劑 就是把一個人殺死之後 做成一個盆子會講話 我說會不會很恐怖啊 你會不會心裡害怕 他說爸爸那個是普通的 那是普通的 真正精彩的 你都沒聽過這樣 我兒子後來長大了成為導演 去年拍了一部電影叫做 清田街一號 各位去看看就知道 為什麼他拍一個這麼恐怖暴力的殺人案 你就會把我今天講的故事全部連起來 他拍了一部電影叫做清田街一號 拍得還不錯 票房普通 但是他被提名最佳那個新人導演 他就是因為從小聽我媽媽故事 是全部是攝影暴力 他人生第一部電影就這樣 這是我爸爸從我十歲開始 規定我讀的課外書 他規定我讀每一本書 要寫書的名字 作者的名字 寫幾頁 讀過幾次 後面做記號讀幾次 讀到第一基本的時候 我爸爸寫說已經讀了六十萬字了 從這邊讀到這邊的時候 我才念小學五年級 我都讀不太懂 為什麼海明威的老人於海 有什麼意思 講個老人把魚調回來 然後看不懂 可是我要應付我爸爸的這個讀後感 因為看完就要寫讀後感 所以我讀後感 每一個讀後感 我自己回頭那本書還在 我這個筆記本現在還在 這個筆記本現在還在 每一本書我都寫說故事寫一寫 這裡面好人是誰壞人是誰 最後好人終於戰勝壞人這樣 故事就結束了 我爸爸看一看就打個勾 我一開始實在績笑 我爸爸從小叫我讀這些課外書 讓我根本讀不懂 有一天當我自己寫了一百本書的時候 我發現我爸爸有一個目的 就是從小讓我對這個書充滿了崇拜 因為我爸爸叫作家要寫作家名字 書要寫書名 作家要寫作家名字 寫幾頁幾個字叫我數一數 最後竟然叫我數每本書有幾個字 爸爸那個行為很瘋狂 可是長大之後我忽然覺得說 他可能叫我對於每本書每天摸一摸 對於書充滿了崇拜 後來我真的成為作家 不過我爸爸用這一招 用在其他小孩身上完全沒有用 另外四個小孩沒有成為作家 我到了中學時代考壞了 我從小學剛才講說我全校第一名 考到第一志願的萬華初中 那三年我都在玩耍 我以為人生非常簡單 每天在學校裡面都被學校拍到全台灣 到處參加比賽 作文比賽啊什麼比賽 然後老師很喜歡我 因為我可以代表班上 代表全校參加全台灣的各種辯論比賽 作文比賽 影響比賽 可是我本身到高中就考到一個第六志願 第六志願是哪個學校呢 成功高中夜間部 這件事情影響我一生 因為當一發布我是成功高中夜間部的時候 我爸爸第一個反應就是下跟我下跪 跪下來說完了 人生從此完了 你的世界末日開始了 十五歲開始我爸就告訴我世界末日 那這件事情我也曾經當作很多笑話講給別人 聽說我十五歲的時候考上成功夜間部 後來我在夜間部裡就做了很多事情 參加參加慘跑 參加各種運動 其實我是在發洩我內心很痛苦的事情 因為我爸爸一直告訴我完蛋了 人生從此結束 我連走進教室的過程我都不敢抬頭 因為走進學校的時候有個鏡子有沒有 上面寫禮義廉恥有個鏡子 我從來不敢看鏡子裡面的我 因為我覺得我怎麼今天變得那麼醜陋 因為我爸爸跟我講世界末日嗎 可是後來事情過了四五十年 我後來高中畢業考完師範大學 後來沒當老師一直走過人生的大半 走過人生的大部分人生之後 有一天忽然看到一個新聞講說 銀眼糧的故事 銀眼糧從小是一個很叛逆的小孩 銀眼糧各位知道嗎 潤泰的老闆 最近演到了很多那個頂號號頂案 他有個故事就是他從小爸爸很不放心 他一天想跟他打架混幫派 後來被抓到少年港化院去 有一天他突然很想好好讀書 少年港化院的人就叫他們好好讀書 說可以考高中 結果那個銀眼糧就好好讀書 他跟我差不多同一年 考上跟我一模一樣的學校 叫做成功高中夜間鋪 一放盤之後他爸爸高興到放鞭炮 然後請客人生一片光明 同樣一個家庭在另外一個角落的 媽媽哭的哭天搶地 結果人生一片黑暗 可是這兩個人做的是同一件事情 考到同一個學校一樣的結果 結果兩個家庭完全相反 一個是換天洗地 一個是如善考筆 結果人生走到末日了 所以後來為什麼我會寫 剛剛主持人介紹我說 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叫做 人生就是選擇錯了也不會毀了 就是因為我在15歲的時候 爸爸跟我嚇了 所以說你的人生完全毀掉 後面的話就是 我跟你講過這世界上只有我愛你嘛 你的老師每個老師都騙你的 叫你去寫作文 叫你去整理花圃 我老師很喜歡叫我整理花圃 我老師一直在讚美我很多能力說 我有幾個老師很喜歡我說 你雖然成績有點退步 可是你很多能力都很好 你千萬不要忘記 那那些能力就是屬於 後來我發現受教育過程中 有幾種能力在考試中考不出來的 譬如說溝通能力跟人家溝通 譬如說表達能力 譬如說領導能力 譬如說很多能力 為什麼後來台灣教育被很多人在懷疑說 因為台灣教育只會教小孩子考試嘛 那有一孩子他不會考試 他有很多能力 這能力說不定 需要畢業之後 到社會上工作是非常有用的 可是你卻一直貶抑他說這個能力不重要 我爸爸就是跟我講說 你初中三年全部被老師騙了 叫你去做一些整理花圃啊 幹嘛幹嘛當班長 我還選到全校最高票模範生 因為我在學校做太多事情 所以同學都認識我 大家投票全部投我 我就變成全校最高票模範生 同班同學全部考到前三次院 同班同學幾乎全部考完建宗 十大附中成功高中 所以我40年之後再見到我導師的時候 他見到我第一句話說 我記得你考錯 你當時聯考考壞 你好像念十大附中喔 你好像念十大附中喔 換句話說 在他心目中 我們班上大部分人考完建宗 考完十大附中就是失敗 他印象中我是失敗的一個同學 考完十大附中 我說老師你忘記了 我是考第六次院成功高中夜間部 40年後老師看著我還不相信 因為他印象中我是一個 好像還蠻不錯的小孩 就是還會選過全校模範生 怎麼會考那麼差呢 事實上考到第六次院也沒有多差 是因為他要求太 我爸爸要求太高 這是高中時代的我喔 這是我弟弟 這是我弟弟跟我在一起 兩個人從小被爸爸訓練的時候 覺得這事實上非常不公平 所以要儲盡天下邪惡之人 因為我爸爸從小說 這世界充滿不公不義 你們要替我報仇 一時我們要嫣然跟棍子 就拍一張照片要替爸爸報仇 這是我弟弟真的滿帥的 那時候他比我小 這時候我唸高中他唸小學 後來我第二次把我爸爸氣到中風 就是我去美國唸書 我唸分子生物 如果我當時順利唸完 我就是應該是屬於那種 專門做那個就是浩鼎 現在浩鼎做的事情 就是發展新藥這樣 我可能也不錯 成為科學家 或者成為一個應該是滿有錢的人 因為做新藥很賺錢 可是我在美國做了一個最大重大的決定 就是放棄博士 繼續唸完 回到台灣來 一年之後從事電影工作 回到我媽媽從小帶我去看了電影 我發現我最喜歡的是電影 電視跟文學 把我爸爸氣到快瘋了 然後我在那個二十幾歲認識的幾個朋友 現在都還在一起 一個是 一個無念症 一個科醫症 這個無念症 這科醫症 這個就是現在變成 因為很有名之後 我每次在旁邊就被人家推開那種 所以後來我每次跟無念症在一起的時候 我說我不要跟你在一起 因為他們都會把我推開跟你合照 我還要練習被人家推的時候 我不會要受傷 這是我們在花了很多時間 上街頭看著那個反核式 後來核式已經要封存了 我們花了700天的時間戴著帽子這樣上街頭 現在我的心情就是做了一個黃色的潛水艇 把自己沉在一個海底 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我大概幾乎最近除了帶孫子以外 大部分時間有機會 我就會借一部電影來看DVD 過去漏看的或者現在新的電影 我每天看一部 然後聽聽音樂或者看看小說 過一點過去人生中比較錯過的事情 最近我還出版一本書是講食物的 叫做《命運咖啡館》 你一定想不到像我這樣一個人會寫食物 因為從小我爸爸一直告訴我 食衣住行娛樂都是壞的 甚至於睡覺都是壞事 除了努力用功之外 其他事情都不要碰 後來我漸漸對於食物 對於吃啊住啊什麼 生活上一些文化的事情 我漸漸都越來越有興趣 所以就是我重新有工作室以後 那時候我爸爸跟我媽媽很多資料 我就擺在這邊 這是我爸爸畫了很多圖騰 這是我爸爸畫了很多圖騰 媽媽的日記 我擺在我的 有一個工作室的一個裡面 這些東西 我本身沒有什麼宗教信仰 我就帶著我的先人 我的爸爸媽媽還有祖母的東西 跟著我一輩子 好 差不多這樣子 以上就是我大概帶來這個 我最近這一月份出的 已經出了好幾個月了 就是有點像字段體一樣的 但是又回到自己 從現在開始回顧自己過去一些很關鍵的時刻 自己非常關鍵的時刻 自己做了一些決定 然後我的人生跟人家相當不一樣 大部分的人選擇一個工作室很簡單的 譬如說就拿我同班同學來講 我們班上95%的人 念了四大生物系 都成為中學老師 不是國中就是高中 95%的人過著一個很簡單的生活 因為他師範大學不要錢 訓練裡成為一個老師 在體制裡面乖乖的做到55歲 退休之後領18% 然後移養天年 他們的小孩都非常會讀書 我同學的小孩個個都是念我第一志願的 所以我有很自卑 因為我小孩連小學都讀不畢業 所以我每次開同學會的時候 當我同班同學在聊說 你兒子女兒考案建宗第幾班啊 你就知道他們的對話是 不但考算建宗 還在問建宗是第一班還是第二班 因為第一班就是分數最高的嘛 第二班就是第二高的 或者考案北英女第幾班啊 同學都在聊這個 或者有沒有提前給孩子去補習啊 提前讀書啊 後來有沒有進台大念醫科 我都很自卑 我非常自卑 因為我的小孩子不但上不到第一志願 我的女兒甚至於要休學 我的兒子連小學都讀不完 直到有一天我的兒子三混兩混到 小學畢業念國中 念高中念大學畢業 申請到美國那個念電影的時候 他竟然申請到美國第一個第一志願的學校 叫做紐約哥倫比亞大學 他成績非常爛 他為什麼可以申請到紐約哥倫比亞大學 是因為他自己拍了一個紀錄片 然後自己寫了七本書 那七本書都是每次在我和他不讀書的時候 就說你現在幹什麼什麼都不做 那做一點事情好了 他講爸爸的意思就是寫作嘛 就是他覺得我爸爸說做點事情就是寫作 他就只好為了要對得起我就寫作寫作 竟然不知不覺寫了七本書 他寫了七本書拍一個紀錄片 去申請美國哥倫比亞大學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是所有有錢人 或者是家裡很有錢的人 從小把小孩送到美國去慢慢讀慢慢讀 讀到最後的學校 換句話說我同班同學的孩子 如果去讀到這個學校你大概還相信 因為他從小栽培自己孩子都讀第一志願 栽培他讀美國的名校 我從來沒有 我從來沒有過 我的小孩子能夠繼續讀書 我都覺得我要謝天謝地 可是有一天我的兒子竟然讀到一個名校的時候 我終於可以在同學之間聊天的時候說 你兒子現在怎麼樣 我說紐約哥倫比亞大學這樣 哇 心裡好高興 我這樣子帶孩子亂帶亂帶 要修學 要更換上小學的時候 我竟然可以再不經意的講一個 他們他們孩子可能考不上的學校 心裡好驕傲 可是我知道我兒子是亂碰的 因為他用七本書跟一部紀錄片申請到學校 一去之後就跟不上 因為去念那個學校的人都是 念那個碩士班都是好萊塢的演員 好萊塢的導演 或者是已經有很多電影經驗的人 在台灣公費生 申請到公費去美國念電影的 都只能申請第二流的學校 念了好幾年之後才敢去申請 第一流的那種大學校 就像我剛才講那個 我兒子完全是碰運去碰上以後跟不上 連續兩年跟不上 兩年跟不上中間 教授一直把他叫去說 你沒有天分趕快回去 不要浪費你爸爸的錢 因為他學校很貴 兩年中很多教授把他叫去 叫他回家 說有沒有天分一眼就知道了 我上課英文都聽不懂你怎麼念 然後連續兩年這樣 我兒子姚瑾牙因為他想對得起我 因為我出了不少錢給他去美國念 所以姚瑾牙把他念完五年後 他畢業的時候得到榮譽學生 這五年中間發生什麼事情我都不知道 我只叫他在美國 跟我的媳婦在一起過了五年 我完全不知道他過什麼生活 以為他念得很順利 他其實在兩年中一直被老師要趕回來 直到他拿到一個榮譽畢業的時候 寫過信給我說 那個其實我早就該回來的 可是我回不來 因為從小小學換了三四個 給你帶來這麼多麻煩 國中念了高中 花瑜那麼多年到美國去 最後被趕回來 我不曉得我的人生怎麼辦 就很對不起你啊 因為你對我這麼開放 你很自由也不要補習什麼都不要 最後我如果換了一個結果是去美國念書 念一半又回啦 這是對不起你 所以我咬緊要把他念完 而且念完畢業他這個作品 後來在台灣得到最佳影片 就是那個金稅獎最佳影片 跟最佳導演 他說最後最後至少要這樣念完 我才敢回來 而且我得了這個榮譽獎 榮譽獎畢業 最後一句話最驕傲 是說美國的總統歐巴馬 也是哥倫比亞大學畢業 他沒有得榮譽獎 爸爸你這樣高興了嗎 這樣講到這裡 不是要跟各位炫耀 就是說其實我的人生是非常非常 跟人家不一樣的人生 所以我造成我對人生的看法 非常的多元而自由 多元而自由 我沒有覺得人生一定要怎麼過 所以我到處去演講 我一定告訴大家說 人生怎麼過真的不一定 尤其是像很多年輕人 大學畢業念博士什麼 他有時候覺得人生到底要什麼 或者不知道該做什麼 父母經聽得很難過對不對 可是我有一天突然覺得 沒有錯耶 我們生而為人 從出生那一刻都是被動的 被父母經生下來 我也不知道我爸媽是誰 把我生下來 一路以為自己喜歡什麼 想追求什麼 其實都是以為 都是社會上希望你做的 到有一天突然到處別人說 我真的不曉得人生要做什麼的時候 那才是最誠實的一句話 那才是最誠實的一句話 我在十歲的時候 被我爸爸逮到說 一直在玩耍的時候 爸爸也問我一句說 你人生到底長大要幹什麼的時候 那時候我十歲 我正在玩那個地下 在玩那個自己 自己撿了很多人 很多馬在一直玩 我沒有去上課 然後功課一個學期都沒有寫 爸爸看著我就問我 我人生最重要的一句話說 你告訴我你長大幹什麼 其實我那時候才十歲 看著爸爸說 我不知道 我不行不知道 一定要想出 一定要想一想 不然今天就不要吃飯 我想一想 我可能講一個東西 我爸比較高興 我說科學家 艾迪森 我爸說可以可以 艾迪森不會玩這個了 艾迪森一定好好念書 其實艾迪森沒念什麼書 我爸就把我玩的東西 全部收起來 放在一個鐵盒裡面 不是這個鐵罐 鐵盒 就把我整個丟掉 我看著我爸爸把我畫得精心 精心畫了兩三年的 那個所有的東西 全部丟掉那一刻 我心裡一點都不悲傷 為什麼 因為我知道我的意志力 比爸爸還強 他明天還會去上班的 我明天還是可以拿幾筆 還繼續畫這樣 畫得更精美 繼續做 我爸完全沒有我的辦法 所以我為什麼 每次聽到年輕人講說 人生到底要幹什麼 我不知道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講的話滿誠實的 因為人生本來就不知道要做什麼 所以我的所有演講 我的所有寫作 都是很想幫助大家相信這件事說 人生其實沒有什麼標準答案 真的沒有 尤其是像我這樣子 看起來好像已經正規正矩 已經念了一個人生應該這樣走的一個人 結果我就拐一個大彎 最後還是回到我自己最想做的事情 那我為什麼最後會回到創作 各位已經聽到我的故事了 我的祖母還有我的爸爸還有我的媽媽 他們三個人的個性跟他們的人生 其實推著我走向一個創作 我媽媽那麼會講故事 我祖母也是一個瘋掉的 開始想像十年的生活 我爸爸天天叫我讀科外書 他們好像逼著我 非走上一條創作之路不可 而我不知不覺也走上這條路走到現在 大概就這樣子 所以跟大家分享 只是我個人的一點經驗 謝謝